沉重的時間 時間點要跟我們講得比較清楚 差不多在... 那個時間很長 那一段痛苦時間大概有到四五年這麼長 就是忘不了那個人 還蠻長的時間 高中 大學 那時候已經進到社會 剛開始工作 所以剛開始 我用圈內圈 我用圈外圈外圈外圈 OK 痛到四五年它很深喔 就是... 就是你會一直想 不斷想到那個人 這四年五年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 我剛進圈子 發完唱片出去開始走重地 然後開始比較會常常跟大家 出去玩 去認識更多的朋友 然後 那個女生那時候 她也剛開始 她的工作在做前期的訓練 這樣 女生在做訓練 不是不是不是 女生在做訓練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是我們別的訓練 我有一個培訓 也要培訓 那她很辛苦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都沒有在理她心不心 我就只顧著自己 要出來 我要去拓展我的人情關係 要有朋友這樣 就忽略了她 然後到了 有一天她出來跟我說 我去她家找她 我半夜去她家找她 我就說 我們分手吧 然後之後還 就覺得 你在跟我 開玩笑 我沒什麼當真 我正學就只能讓她脾氣 結果 一個天就真的 在那邊跟我裏 消失 而且它消失的很徹底 就是我找不到這個人 你知道嗎 她家 她搬走 這麼久 你們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大概有三年 從我還沒有 入這一行 到 入這一行 後面這三年也是拖著 我沿纏船 其實拖了一段 應該說就是 最厚的範圍 其實是 她很痛苦 就是我不知道 然後她 在三天半夜你去找她喝 那一夜你喝了酒 後面過來 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帶著醉意而來 對對對 我們說什麼不知道該不該放 為什麼覺得 你一直在一起 她是這個狀況 不是這個狀況 就是我通常會去陪她 那一陣子她用電腦 我記得我就累了 我就要睡覺 她就跟我說分手 這樣 那你們共同沒有找到 她不要跟我聯絡 大家提到 就是我 我也打錯 我的個性我也不會去問 朋友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 分手是有一定是 我不會一直在想 透過很準 你知道我跟她 你幫我找她 我不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自己去找找不到她 然後 因為我那時候 有跟她去過那個 村啊 所以我以前 就在那一天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連公司我都沒有去 我就打定主意 我要自己去 肯定 我想去個什麼 半個月這樣 都不回來 我想就是去那 就把所有 我跟她去過的每一個地方 肯定整條大街這樣 每一個都一起吃過 我就想要去 懷念自己 就一個人去 對 我去一個人 我去一個人喔 然後 就 搭交通工具完 到了那邊 然後再從 高雄我們才坐好久的車 坐巴士 然後到了肯定 想說 那條熱鬧的大街 然後曾經我跟她 穿梭在那條熱鬧的街 肯定村啊 那種氛圍 我想把自己放在 這麼熱鬧的狀況下 把自己放在很孤獨的位置 你可忽沒有 你又不是 還沒有 Э